那天都經講 天主是時事都同情祂的子民 我倆見到一次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物 固執地會是天主 天主都繼續叫他們會托改過 在新約時代 我們看到天主是耶穌真心 怎樣 叫那些罪人會改 完全信入耶穌帶來的信息 對祂說 信是真的 和生命的道路 而去繼續 當看到耶穌 即是然後聽到天主說 看到祂行動一樣 今年的福音中 我們看到耶穌怎樣對福人做法 直是看到天主的做法 是福音中 誰是罪人 第一 第一個 是那個民間人士被接住的福音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事 通常 犯感人罪的有兩個人 但是福音沒有看到那個人 另外 在京師和其他人 他們的罪是因為他們 愛 判斷他人 為他們明確 遵守介密 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關懷 風暑 為天主所愛的人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要分析 問問問自己 有多少次我們 正義 判斷其他人的 抬起床 還是錯誤 呢 那這樣的婦人可以說 就是發揮我們每個人 每個人 每個人 發罪的人 同時經知同化的証人 都一样是表达我们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犯同样的错 当我们比较自己的勇猛 而相害到他人时 当我们为我道珠 以控制一切 无理会其他人的感受事 看看耶稣 在面对耶稣和凡凡失忍 但要抓他 判断犯罪的妇人的情况之下 他演员着 首先 他希望听着妇人的感觉 其实 我们不知道妇人 有没有结果分 什么回忆 甚至是说他睡着了 即使和我们新人 但是那个女人来 明显是要侠害耶稣 他们祈祝令他自打嘴巴 可不可以牵责耶稣 如果耶稣 如果耶稣和医生的佩虎 他会看到他的自己的教会 要跟罪人做朋友 如果耶稣辟职榮室的法律 他们会公义指责他 好像是天上的 因为榮室是天主所照着的 当他们问耶稣 耶稣用他的手指写什么 有很多推测 耶稣说 有没有中间 谁会有罪先向他谈成罚 而是只是没有罪的人 才可以判断他人 还要控告那个妇人的人 一个一个逃走 谁留在他面前 只是没有罪的耶稣 但他耶稣自己都不会控告他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就这样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结果耶稣不得没有负贴他 并且被机会推改 有个新生活的希望 我们要解释一下 我们自己的本性 是和其他人的失忆 是否敢自以为 事事事都爱或其他人 所以 取代 对人体谅 宽容 或者以惩罚 贼切 取代 给人的机会 和希望呢 如果天字 好像我们新人 这样去做 有几多次 我们会被控告 贴责和惯罪 今天 要提醒我们 无论有几多 几严重 几多次 我们做错犯罪 就算全世界 但是 为了我的行为 都 贴责 贴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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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希望我们 重新开始 贴责我们 对生活 和其他人的 处理方式 而且天主 感应就不止七次 而是 七十次七次 即是 无限制 如果我们 学习天主 对罪人的 做法 跟着我们 自己 和别人的 关系 去 努力 改变 改善 在我们的 生活中 为了 看我们 大件事 的 是 是 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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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